這樣的用意到底是要重傷民進黨 還是要重傷我 被指控在擔任臺北市議員期間 曾收取紅色政治獻金 高家與嚴正駁斥 否認在民進黨陷入性騷風暴之際 落井下石 沒有人會認為說 民進黨檯面下是一比一百 這樣子的數字 那我們講的是社會上普遍的黑數 但現在連他的好友何志偉 也捲入性騷疑雲 有一名男子指控八年前 何志偉在社子島開發戶外開獎 不僅一邊攀談 一邊撫摸他的手臂 甚至用筆扇字在他手臂上 留下電話號碼 就我跟他這麼熟的情況之下 可能有時候他的互動 可能也會讓人家覺得說 有點過於熱情 何志偉透過聲明表示 無心動作造成對方困擾很抱歉 未來會再修正 而性騷風波也燒向國民黨 國民黨智庫副研究員曾博文 也被曝深夜思約女記者作家 在車內以聊天之名 毛手毛腳 至少五人受害 雖然曾博文一位分寸失當 像感到被冒犯者道歉 但他並非黨員身分 國民黨該如何處置 強調不會寬帶 當然也包括被指控 性騷的黨籍立委傅崑奇 我們一定要積極面對處理 不往互做 面對性騷爭議不管是哪個陣營 這時候都得硬起來處理 進行往新朋友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